我们只是自己做的 我们不能说我们有什么特色 但是 台湾自是最好的特色 我们做这样的产品 已經非常久 我們家有三十多年 然後都是從事這種相關行業 然後我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爸爸 也是家傳的行業 他們現在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有開店 然後 英文聚會 所以有機會來這邊 周嘉惠在三峽老街上的琉璃店 店內作品全都是老闆一家人 手工製作而成 裡面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 例如 馬上贏 馬上就會贏錢 馬背上的蒼蠅栩栩如生 宛如真實在現 令人嘆為觀止 就是我們家做的竹子 房間有做這種琉璃料 然後做手工吹製 做竹子的也很多 但是我為什麼還是特別拿我們家的竹子來講 因為我們家的竹子 它做的是葫蘆狀的 葫蘆狀的竹子會讓下層的顏色比較深 上層的顏色比較淺 所以就變成真的是 節節高深 一層一層有顏色 那很多人都是做柱狀 柱狀就沒有這種橙色的方式 然後就屬我們家做這個竹子 有一種很特殊的味道 因為我們是自製的台灣製的 所以我們為了三角老街 還有特地在開發一個小商品 這個是金牛角吊飾 很可愛 金牛角吊飾我們就仿照 康喜軒 福美軒的金牛角吊飾去做 做成像這個樣子 手工的啦 我覺得我們也有接受訂做 都可以做 老闆說做琉璃 他可是苦學六年才出師 除了要忍耐一千五百度的高溫外 對眼睛也是極大的傷害 但是他們全家人還是堅持做琉璃 希望把這項傳統技藝 繼續延續下去 感謝大家支持傳統工藝 歡迎大家來三峽海翔玩 請客